你好神冒配口罩 首席LV公式包 国际通缉犯奥纳德 才遭遣送出境 又被踢回台湾 走在机场通道 低头用手机传讯 一次写下 我在台湾有媒体跟着我录影 而就在前一天 他刚被遣送至新加坡 当地政府联系通缉 其他的西班牙 却遭已读不回 才使得奥纳德在新加坡机长 仅仅一日游 又被原机遣返 奥纳德被带进机场的收容中心 他进得了机场 但无法入境 因为已经被我国列为禁止入境对象 他涉嫌在意大利假借出租之名 非法转卖汽车 诈骗高达10亿新台币 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红色通报对象 2019年逃到台湾 领取外桥居留证 跟妻子在台北开高级餐厅 爽夺5年 日前引起刑事局注意 13号移民署处分 限期23号离境 19号凌晨 移民署积极安排人搭机离境 奥纳德紧级委任律师申请提审 不久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认为移民署行政程序有瑕疵 裁定释放 却为11晚人已经出境 却没想到峰回路转 奥纳德又遭新加坡员机遣返回台 移民署将再安排他遣送其他国 让他可以回西班牙 接受法律制裁 未来就是这个路径的部分 可以去打行政救济 这一次拒绝路径的行为是违法的话 那未来后续可能他就可以再行路径 台湾的部分通常会遣送回原国籍的地方 可能会尊重他预言 可以去安排第三国的部分 国际通气犯如今成的国际人囚 这出国际追捕闹剧 恐怕没这么快结束